在这个燃热的夏天 你知道豆角在家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我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豆角切成段 然后放入盆里浸泡五分钟 泡好以后洗干净沥干水分 起锅烧水加水分油加水分盐 这样焯出豆角 颜色翠绿营养还不流失 焯烫好以后 咱们给它捞出 放入凉水盆里 这样豆角拔凉以后颜色翠绿 然后沥干水分放入盘中 空碗中加入蒜末辣油袋 白芝麻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精盐少许的白糖提前 半勺生抽半勺陈醋 放入大半勺的芝麻酱 然后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给麻酱吸四开 咱们的料汁就就好了 然后倒入姜豆上 用筷子上下给它翻拌均匀 一道好吃的美食 酱豆角我就做好了 这个豆角在家你像老弟这样做 真的老好吃了 带上麻酱的芝麻香味 特别的好吃 大人小孩都抢得吃 最后我还能听话 关注我 做菜时候你才能找到我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